FERA 公司就是 The Fox Creation 職業高級的打雜 地址在柴灣啟寧工業大廈 全一份工作的類型是公關 配有離婚 現困難的關係 孩子上載福中 應該都是幾個星期出生 今天做%都應該是 是一個女孩子 寵物的家裡有一條養了二十幾年的魚 業餘的愛好 和家人喝茶 興趣的活動是和人聊天 有張心比心的交談 現居地在香港 熱切的期望 希望世界和平 沒有人知道的秘密 其實很怕發BNI 我的成功的關鍵是 水能載咒亦能覆咒 然後呢 警徐心轉 自然萬事順利 好 給大家一些熱的掌聲 FERA 各位早晨 大家都知道我叫FERA 但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我個人的性格是怎樣 或者背景是怎樣 我最怕大家是不白 因為你不夠白 你就不會夠敢走過來跟我聊天 不敢問我 自己猜猜猜猜 越猜越錯 反而就更多不會發生的 所以我寧願今天透過這個8分鐘的presentation 先跟大家說一下關於我的背景 然後就用一點時間去說一下 究竟影片拍攝及推廣是甚麼 今天不是很多嘉賓 但我也覺得很好 因為這樣就可以和各位會友盡塑心忠情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這麼直接 也希望大家有一個很公開的 去接受我的過去 我的人生 可能有些會友會認識我之前的伴侶 就是我的伴侶 其實如果你看到有人離過婚 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你可以想起 恭喜你 離婚是你成功的 不是每一個成功人士都要離婚 但是離婚是你成功的其中一步 因為鄭峰離過婚 周潤發離過婚 黎耀祥都離過婚 不如看回我們小時候 每個人都說 你喜歡BB之後很瘦 其實我不是一直都這麼瘦 在我小時候無憂無女的時候 我也是一個肥妹 但是也是我讀了書開始之後 你看到右上的那幅照 我曾經在我十幾歲的時候 是有過驗食證的 接著有個驗食證的一年 我又去了南非做交流生 於是我就由驗食證之前的 81磅跌到70磅 去了南非就由70磅 上去87磅 就是因為有些人生經歷 令我更加適合去做Marketing 做VideoMarketing 這件事 因為我知道 原來被交流的人 會很照顧自己的印象 是怎樣 或者你怎樣幫他宣傳 怎樣去說那句話 令到你看到目標的觀眾 是否介意那個訊息 怎樣收到那個訊息 都是在我人生經驗裡 累積回來的 那麼 這樣 今天我也想看過這個機會 多謝我公司的partner Alphina 你會看到其實我跟她已經認識了十年 我們在這十年裡 你會在我的照片裡經常都看到她 我去了南非之後 回到香港 就不是很接受到 那些人在那裡說 喂 為什麼Fiora會由70磅肥到87磅 我都不太知道 究竟是我關心她說話 還是她關心我肥了 總之就是怕這些尷尬發生 我就不如去澳洲讀書 在澳洲我到 我過了這麼久 我就一路讀書 先讀了一個 Communication和Political Science的學士 然後再讀了兩個Master 一個就是Advertising 一個就是Communication 同時間我都不是異世組 我不是只讀書 只玩的人 也有上班 做電台DJ 做了六年 另外開了全澳洲第一個廣東話劇 做了五個舞台劇 就是因為做這些舞台劇 和做電台DJ 啟發了我的思維 所以知道其實拍片 如何想到一些有趣的故事 以及在拍攝活動的時候 如何臨場要收拾 回到香港之後 都挺忙的 忙甚麼呢 有些人會忙忙 有些人忙忙藝術 我比較忙穩 你會見到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出去的BNI 或者不同的聚會 人們問你公司做甚麼 當我們一說video shooting 大家就會立即說 OK 然後就有些些鄙視你 走開了 因為其實你總是有一個攝影師 是你的朋友 或者你人生裡面 會認識得多過一個攝影師 也想和大家說 開一間攝影公司 不只是拍照 拍攝影片 那麼簡單 有很多事是我們公司做到 其他公司做不到 或者我們做得比其他人好的 第一樣 你怎樣可以在一個引導 你怎樣作為一個producer 你不害怕 你對著CEO 你又不怕引導那個CEO 說那件事 你對著那個明星 他很大體 你又不怕 或者你對著一個殘疾人士 你怎樣可以 希望他帶出那個message 的時候 又不會傷害到他的 這些都是我們要留意的事 而不是每個攝影師都做到的 還有跟客人溝通 例如我們拍攝的時候 很多時候要跟導演 跟producer 跟artist 跟manager 很多人溝通 那能夠說到英文 又說到國語的 的producer 其實都不是很多的 那有時候我們為了 希望那些同事可以拍到 最美的fotage 我們自己都要飛身 撲出去 那大家可能都 那麼大不想才會發現 其實我就在那裡 耳一擋白這樣 他要確保我的攝影師同事 可以拍到最美的環境 那這些都是我們平時要做的工作 而大家不知道 攝影公司原來都兼顧這些東西 那我其實 為什麼我有這麼多不同的思維呢 那我也要多謝我媽媽和我爸爸 可以跟她分享 那我媽媽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我以前去外國讀書的時候 我跟她說 我菲律賓的同學 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整天都搭頭等機 回澳洲 然後我媽就跟我說 其實你都可以的 你會不會這樣做呢 然後我就明白了一個道理 原來跟做生意一樣的 你都可以亂拼錢的 只不過你寧願把你的錢 怎樣拼呢 至於我爸爸呢 他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就經常都很盡力的 而他就令我想起 Video Production 其實怎樣幫到的人 因為以前我很介意 拍攝 只是Marketing裡面其中一個細項 但是我爸爸做裝修的 第一年新年 就有個客人打來 就問他了 李山南人 有隻老鼠入了我家 他住半生夜 我可以怎樣做 然後他收了錢 之後我就問我爸爸 咦 老鼠入屋 不是應該找滅屬公司 關你裝修公司 什麼事呢 我立即聽到我爸爸很Pro 這樣回應他 其實你可以換個抽氣線 因為你全屋應該是抽氣線的位置 才會有洞 有機會被老鼠進來 那我們就會建議你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發現 原來呢 條條大路都是通浪馬的 基本上的Video Production 你拍完你都可以幫到大家 然後我就很快說了 這些是我公司的客戶 有些是長期的 有些是Event-based的 我們剛才也有說過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見到 Private Party 我們又會拍攝 Corporate的Event 甚至廣告片 我們也會拍攝 但很多時候 其實客戶跟我們聊的時候 就忘記了 啊 究竟他要拍一條影片 他的時間目標是什麼 他打算這條影片的宣傳期是多久 這條影片究竟是誰 看誰是目標客戶 他想表達的Message是什麼 他想傳遞什麼訊息 以及看個人的客戶習慣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跟我說 你看的客戶是一些 爸爸媽媽級的老人家級的 我們便會建議你拍完這條影片之後 可能要配合其他廣告的宣傳 因為他們會看 sorry 報紙雜誌的宣傳 因為他們會看那個報紙雜誌 大家年輕人的 我們便會建議你去做一些 一些網絡的宣傳 然後呢 繼而我們會幫你這條影片去想 一些很特別的Message 即是很容易就 catch your attention的Message 然後呢 我們便會再幫你去想 其他拍片公司未必會幫你想的 但我們會幫你想的 就是 第一部分你要拍片的時候 其實你需不需要有多些 漂亮的Graphic 例如我們可以幫你 Line-up Michael去幫忙 需要不需要拍照的配搭 我們可以找Kan幫忙 然後到第二步 你拍完這條影片 要做一些Promotion的時候 是否要做一些Facebook的Advertising 我們可以幫你Line-up HANA 那到最後 你完成了這條影片 你會不會想連結一些 Eventer的運動呢 那我們便可以想 找ABPR那邊幫忙 或者想不想找KOL 幫你宣傳這條影片 都是我們會幫你想想 如何再推廣的 那其實呢 怎樣可以拍完這條影片推廣呢 有些很多時候 政府的Client都會問我們 我們便會建議他 你拍完這條影片 你會不會在地鐵網絡 地鐵網絡 巴士網絡 然後我們會幫他減壓 其實你應該在那個網絡的 哪幾個巴士站頭去幫 或者是 其實這條影片 是否應該在哪類型的大電視呢 如果是上班族 會不會在Timesquare 如果是遊客 會不會在中港城呢 還是在TV commercial network 還是在網絡網絡 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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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大家會聽我說 你的行業可以由三千元到三百萬呢 這就是個例子 可能是客人拍完影片之後 就說大概有三百萬的預算 你可不可以建議 我在哪一個平台播放賣 那這些就是我們會幫他計劃 找哪個KOL 可能找心理幫他轉播 或者是在一些蘋果apps 或者在不同的大電視 賣TV super那裡去訪 那我們就是一條龍的服務 對 所以我們就叫做影片拍攝及推廣 我想推廣的部分 拍攝大家都知道我們拍到 但推廣可能大家都是第一次聽 所以都歡迎大家在我來生BB的 這段坐月期間 有空找我釘茶 可以再了解多些 怎樣可以幫到你的行業 有重要的收獎 謝謝